5月28号有万媒爆出 黑寡妇电影在挪威正式开拍 而主角黑寡妇仍然是由斯嘉丽约翰逊扮演 在29号网友曝光的片场照中 斯嘉丽留着红色头发扎着辫子 造型低调休闲又美艳十足 据挪威当地报纸称 这部电影的确会在此地拍摄 而漫威则尚未正视这条消息 据了解这部电影将聚焦于 黑寡妇进入复仇者联盟之前的剧情 是复联的前传 时间线将锁定在2006年 该影片预期将于明年在北美上映 在之前的复联4中 寡姐坠压牺牲的剧情 让不少影迷伤心不已 想必这部电影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慰藉吧 芒果老新闻让我们一起期待 斯嘉丽的精彩表现吧 报道